有一种中华美食传承千年 从宫廷御用的食衣 到社会辛宠营养师 都把它当作饮食圣兴 御药于食 既可满足口腹之御 又能在锅碗瓢盆间求得长寿安宁之道 名医张重景 孙思廟 夜天室也都纷纷入坑 乐于安利自己的养生菜单 我是谢思义 讲硬讲实的广府人 在膳食里 都隐藏了怎样的家传之秘 公元306年 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 南下契居罗浮山 他灵活地运用当地本草 整治百姓病症常见的鼠热诗鞋 在中原医学和民间经验结合的基础上 这位岭南医药之主写下了则批后世的走后背疾方 唐宋以来 广府先辈们据此把药草带偏 让他们成为地道饮食的最佳辅料 将营养滋补保健强生 争于化尽的广府药膳 它是大众熟稔于心的一味药 走进广州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这里的一枝一叶皆有妙用 在我们园区里面一共种了一千三百多种中草药 那么基本上都是岭南地域比较代表的一些药 比如说有广阔虾 广尘皮 还有我们日常经常会用到的五指茅桃 像五指茅桃物 平时生活中就听得最多的 是的 它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行气 立湿 然后能够起到一个温补的效果 像我们的化菊虹 它基本上是起到一个去痰 止咳的效果 一株株轻柳的山间草药 在岁月中生长出一叶叶颤若鲜河的岭南医药室 广州大沙头曾是这些中草药的集散地 1927年大文豪鲁迅也慕名到此抓药品名 街巷里青花残枝文瓷汤碗 青花鱼藻文汤罐 青花冰眉图汤罐 一件件宝气铭刻着广府人忠情于 印记而补的浪漫历史 这个就是专业来论汤用的 这个比较名贵的汤 这个碗就是说他们拿来当时的时候去拿来喝汤 还是喝凉茶也许是有些碗的 这个罐当时他们是来藏那个水 放水就是说要放在里边缠断一段时间 才那个缠电路程的底下 那个大一点罐就作为装那种明贵一点的药材 陶石类的东西它狂腐作用有点防腐作用 它都没有很多吸气水气进里边 顺应时节可以清热解毒 去世润肺的王府药膳是一剂茶 凉茶专家莫子鱼把蛋竹叶 鱼心草 金银花 蒲公英 橘红 鞋梗 莲子 薄荷 木棉花等多味本土药材 熬制成24味凉茶 一口入喉虽声色轻苦 却又悠然回甘 莫馆长 24味凉茶有怎样的特殊之处 在广府人心中又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呢 普通的凉茶一般都是三味五味的草药 24味就是加了很多药材 足足有24味药材 24味引申到现在就是有一种其他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对这个事很认真 下很多功夫 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 凉茶文化了 除了现在就是一种身体调理之后了 也已经成了广东地区大湾区的一个符号 懂得凉茶其实就懂得广东了 一碗凉茶从太叔公传到了孙子 一包酱汤从太婆手里熬到了媳妇 讲究清润补气 养颜护肤的广府药膳 还是一碗汤 秋冬 透气的广府主传瓦包是走地鸡最好的命中归宿 用常见的中药材 吃肉引之另进 可见先辈们很早就认识到了鸡汤的价值 鸡汤在广东这边也是很普及的 很受欢迎老百姓 那么我们家老火汤它有各种类型 比如说主要根据食材来定 您讲的鸡汤类的 含有鸡肉为主的 那么它的功效主要就是一个温中补义气血 当然还有其他的老火酿汤 根据它的内容的不同 它的疗效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琳琅满目的广府药膳菜单里 囊括了菜肴 粥食 糕点 汤羹 饮料等无数蒸修百味 作为一本领南美食指南 远洋海内外 近在香港 澳门等地的西餐厅 远至美国旧金山 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的唐人街 都飘散着于广州东山 西关街上中一样的老火汤香味 钥匙同源的食料思想藏匿在佳肴里 融入着全球饮食文化丛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